欢迎来到澳房测,我是Alex老师 最近很多刚刚开始买房子的粉丝网友们呢找我们咨询啊 那问的最多的是我应该买什么房子 到底是公寓好,连排别墅好,还是独立别墅好 那第一次买房的人问这个问题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买了好几套房子的人 对这三种房产类别还不是很懂 买到的房子不适合自己的情况 赔钱不说呢,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自己的投资规划 真是得不偿失啊 所以本期影片我们就一次性来解决这个历史性的难题 让你一次看懂房产类别 到底什么情况应该买什么类别的房产 做出正确的购买决策 影片后半段我还会分享一个奥房测 一直在使用的帮助会员赚钱的投资秘密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请你点赞收藏,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奥房测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刚来澳洲的人首先对澳洲的房产体系就不了解 如果你查询网上分类的话 怎么说的都有,根本谈不上系统 但是我在过去的几年之中 一直在做澳洲房产中介牌照培训的老师 所以对这个问题呢理解的多一点 我自己给澳洲房产分类就两大类 独立地气和公用地气 学术方面的细节我就不讲了 因为在我们澳洲房产小白课里面讲的非常透彻 你就简单理解,如果你家的土地你不能随意使用 还要征求邻居的同意 那这块土地就是共用地气 如果你自己能说了算的话就是独立地气 独立地气里面呢也是分类型的啊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独立别墅 当然还有双篇别墅和最近流行起来的 长得像是连排别墅 但是没有公用墙 同时呢还是独立别墅的连排独立别墅 公用地气里面最常见的是公寓 那澳洲说的公寓呢其实就是国内的普通住宅 国内说公寓更多的是指商业公寓 或者是酒店式公寓 性质是商业用地 土地使用时间是40年 所以这个概念要分清楚 连排别墅呢就是一堆长得像是别墅的房子 一户一户贴在一起 那小区别墅就是长得像是独立别墅的房子 各自不挨着 在同一个小区里边 进出小区呢可能要刷卡 要缴物业费 自己呢不能决定房子推倒重建 那这几种比较特殊的房产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主要聊的是公寓 连排别墅和独立别墅 除了地气上的区别 第二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持有成本上面 公寓或者是连排别墅都会涉及到物业费的问题 澳洲物业费呢一般是按照季度收取的 少的几百块 多的上千上万一个季度的也有 一般是看物业里面需要维护的公共设施有多少 比如说游泳池 桑拿室 健身房 电影院 电梯这些 那还有建筑本身的质量 最近这类物业呢 有不少出现了房子外立面 涂层 火灾隐患的问题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 独立别墅是不用交物业费的 但是你自己的房子是需要缴纳保险的 还有每年的维护成本 如果太老的房子进去住之前呢 可能要大修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当然这些呢还都是大方向的差别 那么这三种房产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公寓的优点之一就是比其他两种房产更便宜 更容易入手 更接近交通 购物和市中心 生活上方便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刚刚上班的年轻人 时间特别宝贵 还在上班赚钱很重要的阶段 住在公寓里面可能是比较适合的 那注意一下啊 我说的是住在公寓里面 至于买不买 适不适合投资 影片后面呢还会有分析 公寓的空间呢 相对于连排别墅和独立别墅都要小一些 住的人也会少一些 所以呢不用在各种水电煤气账单上面花太多的钱 房子收拾起来省时省力太多了 你不用除草 不用维护游泳池 不用去修排水沟 那如果你想要用健身房的话呢 没准你的楼里面就有 都不用去办理健身会员卡 现在的新建公寓楼保安措施都非常到位啊 不但有摄像头 进门刷卡或者是指纹锁 很可能呢 门口还配备前台和保安 起码是比住别墅安全很多 公寓的土地价值却非常低 除非是那种高端公寓 180度水景面对悉尼哥剧院 那一般的公寓资本增值 是比不过连排别墅和独立别墅的 我们澳房测分析团队呢 专门做过调研 澳洲过去20年 公寓房价涨幅对比独立别墅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独立别墅资本增值年化在7%左右 而公寓只有不到4% 当然每个城市每个区域 甚至每一栋楼的公寓增值都不一样 各有各的特点 我绝对不是说澳洲过去20年 所有城市所有区域 所有公寓增值都比别墅低 但是平均下来确实是这个趋势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澳洲统计局并没有把公寓 和连排别墅区别对待 而是都分在共用地契这一类房产里面 经验上看呢 连排别墅的增值比公寓要好 所以公寓本身的增值幅度 还要更少于4% 公寓的第二个缺点就是物业费 如果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用心的话 物业费维护费就会少很多 那公寓的空间比较小啊 不太适合人口多的家庭居住 一栋楼里面的业主委员会 很可能决定这栋楼不能养宠物 不能把房子做Airbnb 那我还见过不能在阳台上晒衣服 和不能养鱼的奇葩要求 这些要求在大家买房的时候 可以在Stratus by Law里面看到 公寓的隐私性相对比较差一些 比如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点什么 很有可能隔壁听的是一清二楚的 不小心没拉窗帘的话 你懂的 那最后一点呢 大多数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 同一个区域里面未来的公寓供应量 如果一个区域里边 未来十到二十年计划建立无数的公寓 你可能要想想是不是要购买了 我们不说住的舒不舒服啊 资本增值这一项就不及格 我曾经买的公寓呢 在持有的第一年开始 就陆续收到政府的信啊 说你们楼隔壁就要建几百套公寓了 过段时间呢又来了同样的信 说要建更多的公寓 所以吓得我呢直接把公寓脱手抛路 因为在一个集中的位置 供给量太大的话 基本就等于价钱没得涨 我们再来说说连排别墅 你可以把连排别墅呢 理解为地方大一点的公寓 所以优点也就显而易见了 居住空间比公寓大 比较适合人口稍微多一点的家庭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呢 还有地方让他们住一住 如果是公寓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 价格上面虽然比公寓贵了一些 但是一般比独立别墅要便宜不少 所以价格适中更容易接受 地理位置上跟公寓也差不多 一般可以走路到公共交通枢纽 比如说火车站或者是汽车中转站 隐私上讲呢 要比公寓提高一个等级 当然如果你的连排别墅 跟邻居有公用墙的话 可能还是会听到一些噪音的 在资本增值上 连排别墅正好在公寓和别墅之间 连排别墅缺点呢 就是连排别墅使用的一般是共用地器 就是说呢 你没有权利独立处置连排别墅下面的土地 不能推导重建 加建改建 连排别墅的外观呢 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是整齐划一的 少了一些个性 土地价值方面比公寓高一些 但是跟独立别墅相比 并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也就限制了连排别墅的增值速度 连排别墅的租售比呢 一般低于公寓高于别墅 从租金绝对值上来讲 连排别墅稍高 但是价格也高出公寓不少 所以在投资方面 如果注重现金流的话 需要具体测算租售比再做决定 说到独立别墅的优点呢 就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独占性 你自己的东西自己说了算 对比大家的东西 大家说了算 你喜欢哪种呢 我想大多数人呢 还是喜欢自己做主的吧 独立别墅呢 就是这样一种房产 对于别墅和土地 房主都有独立处置权 当然如果想要推倒 重建改建加建 还是要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的 但是自由度呢 比公寓和连排别墅好太多了 重建改建加建分地气 也是很多房主创造资本增值的方法 而连排别墅和公寓 是没有可能给你凭空创造价值出来的 如果你喜欢养宠物的话 住在别墅里面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没有人呢 会来限制你 什么能养 什么不能养 独立别墅的资本增值 一般比连排别墅和公寓要好 要说独立别墅的缺点呢 就一个字贵 基尼的别墅平均价 已经来到了130万左右 那预计未来几年还会更贵 当然如果你是移民来澳洲 家底殷实 那就当我没说啊 但是对于在澳洲长大 在澳洲赚钱 没有国内支持的人来说 买别墅 绝对是普通人的梦想 澳洲其他城市的别墅价格 更亲民一些 持有别墅的成本 这几年也越来越贵了 比如你想要买各种保险 什么结构保险呢 天灾人祸保险呢 维护别墅 修理 防虫 除草 这些成本加起来 不比等价的公寓少 如果你买别墅是用来投资的话 还要特别注意土地税 对你投资回报率的影响 讲了这么多啊 公寓 连排别墅 独立别墅 到底怎么选择呢 我帮大家总结了清单 如果你按照这个清单 就很容易决定 自己应该买什么类型的房子 第一就是看预算 这点非常直接啊 就是看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我说的并不是现金 而是你的现金部分 加上银行贷款 但是要减去购入的成本 比如说印花税 到底有多少钱呢 这就是你的预算了 我记得有一位会员呢 看到我们帮他找到的房产啊 有点不满意 说怎么你们找到的房子 都这么破这么远呢 对啊 60万澳币 难道想在富人区买水井别墅吗 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啊 超过自己预算的房子 看了也没用 又不能买 第二看自住还是投资 如果你买房是自住的话 不用太纠结类型 只要适合自己就好了 可能你是上班族 需要节省时间 就在公司附近买一个公寓 住住就挺好 如果你是一家四口 需要宽敞的地方 把孩子养大 那就找个土地 大一点的独立别墅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投资 选房的逻辑 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 那房子资本增值的时间 要等很长啊 你不想等 想要马上见到回头前 那么就找一个租金回报好的公寓 去收租 绝对没问题 如果你是在投资的初期 需要快速做大自己的投资组合 快速增值 套现 然后买下一套房子 那么别墅最合适你 如果你有任何澳洲房产投资方面的疑问 请联系我们咨询 如果你想了解澳洲房产市场 欢迎加入我们澳房色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也欢迎您来参加 Masterclass澳洲房产投资直播课 学习投资理念 现在已经更新到第四个版本了 以上所有的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您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咨询 第三 计算投资回报率和资本增值比率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喜欢量化分析 然后再投资 就需要把购买成本和持有成本 再加上现金流分析 全都考虑进去 然后计算哪种房子 最适合未来十年的自己 没准呢 连排别墅就更适合你 也说不定 按照高低顺序排列资本增值 独立别墅最高 然后是连排别墅 最后是公寓 论租寿比的话 结果是完全反过来的 第四点 要看区域房价历史 在买房的时候呢 我强烈建议大家查询一下这个区域 过去十年到二十年的房价涨跌历史 如果某个区域 某种类型的房产 在过去十到二十年 经历了几轮房市周期 还是在持续上涨 并且年化回报率不错的话 其实无论在房产上涨期 还是在下跌期 你都可以购买 然后长期持有 绝对没毛病 第五点是看未来发展 如果你买在开发区 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有没有新机场 火车站 购物中心 将来是不是就业中心 这些都需要考虑 如果是买在老区 需要注意呢 这里是不是有旧城改造计划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就保证了 未来增值超过大盘了 但是如果旧城改造 终端产品都是公寓的话 可能初期增值比较快 等公寓完成数量过大的时候 资本增值就会慢下来 所以要及时套现 再找更好的投资标的 什么人适合买什么类型的房子呢 公寓比较适合上班族 刚上社会的年轻人 没有孩子的小夫妻 高收入人群需要扣税 或者是注重现金流 同时不看重资本增值的投资者 高端稀缺性的公寓呢 适合投资大佬们持有 购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查看 公寓防火涂层问题 有没有跟建商有关系 Stratup by law里面 有没有奇怪的限制 建议自住比例在50%以上 连排别墅比较适合有一点钱 但是又不够一步到位买别墅 家里呢上有老下有小 主人需要上班 不太想多花时间打理房子的人 如果是投资的话 比较适合喜欢租售比 和资本增值平衡的投资者 购买的时候 除了要注意公寓所有的问题之外 还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离当地的交通就业 和购物中心很远 如果距离过远的话 在租金和资本增值上 都会有所折扣 独立别墅比较适合大家庭购买 就是孩子多 狗子多 车子也多的家庭 投资上比较适合看重资本增值 同时呢 有比较强的赚钱能力的人 因为持有独立别墅 需要相对更大的维护成本和现金流 如果您有耐心看到这里 就非常幸运了 赠送您一个澳房特采用的投资策略 希望对您的房产投资计划有所帮助 我们都知道稀缺性呢 是房产投资的关键之一 但是稀缺的房产一般都是那种高大上的房产 实在是太贵了 那么怎样用有限的预算去买有稀缺性的房产呢 很简单 反主流投资法 简单说呢 就是在公寓扎堆的区域买townhouse 在townhouse扎堆的区域买别墅 在别墅扎堆的区域附近买农地 或者是没有开发的大地 就是一个区域的高密度房产 占据主流 你就去买相对低密度的房产 一般呢 是稳赚不赔的 因为随着区域的开发 低密度房产将会越来越少 自然价值就会提高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请你点赞收藏 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澳房厕助你 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